估计之后的模型并不能直接用来解释变量间的关系 还需要对估计结果的拟合优度和显著性进行检验 本节中主要为大家介绍三种检验方法 首先第一种是拟合优度的测量 拟合优度是回归直线对实际观测值的拟合程度 如果实际观测点离直线近 则估计的直线或方程对散点的拟合优度好 反之则差 测量拟合优度的统计量是判决系数 也叫可决系数或确定系数 用二方表示 其计算方法是被解释变量拟合值的离差平方和 与实际值离差平方和的比重 下面我们从图形来看一下判决系数的构造思路 大家可以看到图中任意一点都有如下的关系存在 即被解释变量YT和其均值的离差 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分别是拟合值YT帽和其均值的离差 以及被解释变量的观测值和拟合值之间的差 也就是残差 我们将这三个差值平方之后 在分别求和等式依然成立 具体的证明过程感兴趣的同学 可以课后推导一下 通常将被解释变量实际值和其均值的离差平方和 称为总离差平方和 或总平方和用SST表示 将被解释变量的拟合值的离差平方和 称为回归平方和 用SSR来表示 将残差平方和用SSE来表示 从图形中可以看出 我们希望在总离差平方和中 残差平方和越小越好 即回归平方和越大越好 这样估计的方程或直线对散点的拟合效果更好 因此在这样的思路下 探觉系数R方的计算公式为 回归平方和SSR比总离差平方和SST 其取值范围是0-1 越接近1说明回归直线对观测值的拟合效果越好 反之则越差 同时 阿峰也可以改写成 1-残差平方和SSE比总离差平方和SST 在通常的统计软件中会报告判决系数 大家可根据其取值判断估计模型的拟合优度 第二个检验是回归方程整体的显著性检验 首先来看一下这一假设检验的原假设 所有解释变量前面的系数均为0 如果这一假设成立的话 表明设定的模型整体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是不显著的 这就需要重新设定解释变量了 这一假订的被则假设是 K个解释变量的系数不全为0 即只要至少有一个系数不为0 就可以拒绝原假设了 在原假设成立的前提下 构造的检验统计量为F统计量 其用回归平方和和残差平方和 分别处以各自的自由度后再做比值 这是一个右侧检验 因为分子式回归平方和 其越大 说明确定性部分对被解释变量解释的力度就越大 因此原假设成立的概率越小 当其落在右侧尾端的临界之外 或其右侧的概率小于等于0.050拒绝原假设 回归方程整体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是显著的 在通常的统计软件中 会报告F统计量的值以及其外侧的概率值 大家可根据拒绝规则判断是否拒绝原假设 即方程整体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是否显著 当F检验拒绝原假设 即回归方程整体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显著后 我们需要检验每一个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影响的显著性 一般通过样本数据估计的系数均不等于0 但不意味其一定来自于总体参数不为0的总体 因此需要检验样本估计结果的统计显著性 仍然通过假设检验方法 设原假设βk等于0 贝则假设βk不等于0 这里面的k的曲值为1到k 代表每一个解释变量前面的系数都应该分别做显著性检验 在原假设成立的条件下 构造的检验统计量是t统计量 其计算公式是样本估计量βk冒减去其对应的总体参数βk 之后除以βk冒的标准误差 该t统计量服从自由度为t-k-1的t分布 k为解释变量的个数 将原假设代入 可将t统计量简化为估计的系数除以其标准误差 这是一个双侧检验 拒绝原假设的区域落在t分布的两侧 因此当基于样本数据计算的t值落在任一侧拒绝域时 将拒绝原假设 或者计算的t值的外侧概率值小于等于显著性水平时 将拒绝原假设 显著性水平一般为0.05或0.01 0.05更为常用 在通常的统计软件中会报告每一个估计系数对应的标准误差 t值以及t值外侧的概率值 大家可根据拒绝规则判断是否拒绝原假设 拒绝原假设就代表该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是显著的 如果不拒绝原假设则代表该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并不显著 好本节我们介绍到这 谢谢大家